新加坡的哈尼 师尊你好 请问为什么会有佛界 菩萨界 天界 和其他的境界 以及轮回的存在 谢谢 师尊 他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会答 为什么有佛界 菩萨界 天界 还有其他的境界 以及轮回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些境界 都是变化出来的 也都是变化出来 那么也就是依你自己的因缘 而变化出种种的境界 好像你修了最高的佛界 那你一定要漏进一切 你才能够到达佛界 到达佛界 你到菩萨界的时候 也就是告诉你 你以利他 利众生 利益众生 利他 行一些菩萨行 你才会形成了菩萨界 天界 天界 你行一切善 得到了福报 天界的福报 你就可以到天界 我们简单讲 我们简单讲 阿修罗的境界 为什么有阿修罗的境界 他是有天的福报 他能够上天 只是他的诚心比较重 所以才有形成了阿修罗界 就是因缘而起作用 就是你有因缘而起作用 这跟维摩节经 今天要讲的有关 维摩节也是讲 就是因为因缘而起变化 形成这些佛界 菩萨界 僧文界 严洁 还有诸天 另外阿修罗 第一 恶鬼 畜生 还有人界 这个形成都是因为因缘所生法 就是因缘所生 有原因才会产生这些境界 那轮回呢 表示一般来讲起来 就是六道轮回 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恶鬼 畜生 这六道 是互相 在轮回的 好像你以什么因缘 你轮回到哪个境界去 大部分来讲是这样子做解释 他这个回答 新加坡 哈尼 的问题 佛 他有十个称号 这十个称号 我们经常在念 佛一共有十个称号 你这十个称号 全部都具足了 你才成为佛 像那个 世间解 初世间解 乔义丈夫 前仁师 佛 都是如来的圣号 都是佛的圣号 菩萨呢 就是立他为主 立益众生 大菩萨 到最大的大菩萨是等觉 等觉相当于快要成佛 相当于佛 叫做等觉 那佛本身也就是觉者 天界 天界 就是行一切善事 你到天上去享福 因为你行了一切善事 到天上享福 所以它形成天界 至于六道轮回 你分为贪 成 知 就形成 这个 沉重的 就是阿修罗道 愚知的 就是畜生道 出生道 行一切恶的 那就是 这个恶鬼道 跟第一道 恶鬼道 跟第一道 一半一半的 就是人道 就是这样子的 看待问题 我们这样解释 回答它 好 换 Veterans 好 你们 你 你们 看到 那么 我们 咱 咱 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